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者 心灯 读诵者 心音 诸人文语 总皆悉心 显言 我等以后一纸秀师 何凡作祭 错误的想法传递得很快 有人认为自己得法无望 无需费心写计 诸人听闻了这一段话语之后 都觉得很有道理 便总皆悉心 不再妄想了 此所谓 一忙 隐重忙 一般人聊天 很少讲有意义的话 比如公司同事之间聊天 很少谈公司的正面 道友在道场 也不见得会说道场好 常常胡乱批评 有的人虽然从正面来讲 却夸大其词 把师父神格化 比如他会说 我们师父是开悟的人 或是菩萨再来 或者有神通等等 讲这些话 对自己或别人都没有益处 若你想独善其身 你就只管你自己 这种心态是小成 成就阿罗汉 若你要奸善天下 这叫大成 你就当负起责任来护法 当别人谈的观念不太正确 你当为他说法 导正其错误观念 这是菩萨的行者 但是 你讲了 人家不见得会接受你 可能 你还会受到排挤 能兼顾自己 及别人 擅自互念 又互持佛法 这不简单 自己修行相对比较容易 要护持佛法 要护持佛法 却要付出代价的 他们显言 我等以后一纸秀师 何凡做计 这就是依赖他人的心态 你想依靠谁呢 你千万不要说 你遇到的那个人是谁 你遇到一位老师 你可以称之为善之士 但是 如果你说他是明心见性之人 这是有问题的 你怎么知道他明心见性了呢 若是他自己告诉你的 你不要相信 若你看了他的书 听了他的课 或听他讲话之后 你自己猜的 那是你在打妄语 更有甚者说 我遇到的那个人 是观世音菩萨下凡 这种话 你千万不要听 我曾经问过一个人 你遇到问题都怎么办 他说 我问释迦摩尼佛 我说 你去哪儿问呢 他说 我去一家宫廟 释迦摩尼佛会来 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他 你所问的不是佛 而是一般的鬼神 甚至根本就是装神弄鬼 佛 佛 无所不在呀 所以你不要妄下定义 说那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纵使他真是那样的人 对你也没有意义 比如 你希望跟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学习 如虚云老和尚 就是那样的人 但你有办法和他一起刻苦耐劳吗 他既不会和你泡茶 也不会和蔼可亲的跟你打招呼 或给你讲六祖谈经 很多人仰慕红衣大师 即使遇到你心目中的大师 你有办法跟他一样持戒严谨吗 许多人尊敬广亲老和尚 他一辈子不吃饭 只吃水果 你们却没有办法这样吃 你遇到一位善知识 但是如果以为从今之后 我只要跟他就对了 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 修行决定在你 你真想修 就很容易成就 但是 你若以为跟某一个人学 你就是上了保证班 就一定会成就 那就是陷阱 释迦牟尼佛有很多弟子 但是 有的弟子不开悟 有的弟子离开了他 还有弟子自立门户 你们要正信 不可以迷信 要明白 个人吃饭 个人饱的道理 文后思维 你会自悟 自修 自成佛道吗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勇修禅 感恩六祖慧能大师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诲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意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